這關也是一個練習的問題 這關要寫一個遊戲 叫做Battleship 這個遊戲基本上就是 你會放一些船在一個5x5的格子上 這是A 玩家B就要拆10次 然後試著去拆到那個船在哪裡 所以這有點像踩地雷 所以這個關卡就是要讓你用Python去寫一個這樣的遊戲 它這個一開始要先建立一個board 就是期盤 那它說這是一個Empty List 就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 它要建立一個5x5的Grid 就是一個5x5的方格 方正 那它這個表示法就是有0 0的話就是 代表是海洋 那我猜應該1就是船吧 所以 這邊有一個快速的寫法就是 就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List 然後乘以5代表它要複製5分串在一起 那這樣的話就會印出這個00000 這樣的一個List 那這樣是會比較快 那這邊它說 因為已經有一個board的這個變數 那我希望 它要create一個5x5的Grid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O O O不是O 不是0 那它就說 第一個是用range 去loop5次 就是forI in range 5 這樣就是會全5次 然後inside loop 就是在這個loop裡面 要append a list containing 5個0 就是 你現在要 這邊這樣看 就是append這個東西 to board 就是 這裡先不要看 append something to the board 然後要 因為這邊有回選5次嘛 所以它每一次都會 加一個加一個加一個 總共加5個 那每一行就是 其實你要append一個list進去 所以你要append的東西 其實是 就是 我們先把這裡面做出來 所以我們要 a list containing 5 o's 就是有5個o 所以這樣就是這樣寫嘛 對不對 前面有說 就是 o乘以5 這個 這就是一個 5個o的list 那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append的到board裡面 所以就是 board.append 這樣子 然後 記得它 它是o不是0 ok 接下來 它就是要把它印出來 所以就print print board 所以這是印出來的這個期盤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list 然後list 這樣總共有5個 然後 在這5個list的最外面 就是還有一個 這個 還有這一組 那它這個是整個的board 好 那像剛剛那樣子很醜 其實你看不出那個 它像一個期盤 所以第一步把 他說這個 第一步就是把這個 剛剛那個東西散掉 好 現在就要寫一個function 叫print board 所以就 define print board 那你可以想想看 它應該就是要傳一個 叫board 它就說這個是一個 board in 好 然後inside function 要做什麼勒 還有write a full loop to iterate 每一個都跑過去 這就是for 什麼勒 就是 你想想看這個board是一個 就是 有5個 5個row 所以 這第一次這樣應該是 第一個row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所以這應該是forrow in board in 這樣子 然後要幹嘛 其實就是把印出來就好 所以就是print row 就可以把每一行拿出來印 好 這樣子 然後最後 這個寫完以後 就是他說要 call your function 所以就print board 然後 board 所以這樣印出來就是很漂亮 因為我每 抓出一個row以後就會換好 然後接下來這個就要 要印得比較好看 所以叫 他要做什麼勒 所以他就建立 這邊一個例子是letters 等於abcd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東西叫 空格.join 那這個function很特別 他是一個 這個join是一個 string 就是自串的 方法 所以這邊的 用法就是說 你現在 要用一個空格 去把 就是use a space to join the letters 你可以這樣念 就是用空格去把這些 letters 裝在一起 所以這邊弄起來的話 照他這邊說 第一行 他跑出來的結果就是 A 空格 B 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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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個 就是用 去join 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 a b c d 所以這個join 的用法就是 就是 use 某個字緣 to join the the list 這樣子 好 接下來 就是 剛才的 那個是 0.0.0.0 然後中間用 逗點 所以現在就是要 他想要用空白來表示 所以他就說 use 這個空白字緣 去join 他 那 這個每個 row 我們現在就不能直接印 我們現在其實要 把它註解掉 所以應該是 空白字元點JoinRaw 所以Raw的每一個element會被空白字元串在一起 這個是新出來的那一行的長相 所以你要再把它移出來 所以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所以這樣就很漂亮 接下來是 剛剛那個是表面的起盤 現在你要建立一個陣列 就是Array 然後記錄說這個船現在在哪裡 那這個船的產生方法是 用兩個東西來記錄 一個是Raw跟Column Raw是橫的 所以這個是 就是假設有一個5x5的話 這樣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 這個是Raw 橫的 然後Column就是指的 1 2 3 4 5 這樣從左邊到右邊 從上面到下面 OK那 它這邊這個範例就是 它一開始先 import一個叫 Randint的這個 function 那這個Randint的功能 它的功能是 這個Python3應該就可以用了 所以這個Randint 所以你打Randint 然後問號 你這樣可以看一下它還可以幹嘛 所以它Randint要傳兩個數字 它就要傳A跟B 然後Return的數字就是 它會回傳一個A到B之間的 隨機數 那這個隨機數是 包含AB 所以有可能是A 或是有可能是B 這麼大 假設10到1000之間的隨機數 就這樣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code 就是 4 4 I Range 100 然後 Randint 要Print 對 Randint 這樣我就可以連續產生 100個隨機數 然後它介於這個 10到1000之間 所以這個Randint 它功能就是 你給它兩個數 然後它會隨機回傳一個 落在這兩個數之間的 整數給你 回到這邊 那 所以它這邊這個 Randint 這邊的意思就是 Coin的Randint 01 所以它是 0到1之間的隨機數 那一定 要嘛是0 要嘛是1 然後 DICE 就是Size 所以是1234567 這樣 那這個Randint 它的分佈應該是 它沒寫 但是我猜應該是 那個 這個 uniform distribution 好 那 接下來這關要做的事情是 Define two functions 然後 Random row Random column 那 那這兩個 function 它可以幹嘛 第一個它的輸入是 board in 就是有一個 要把旗盤傳進來 然後它說 這些 function 它要return一個 Random row index 跟Random column index 所以 這兩個 function 它要回傳兩個東西 一個是 隨機的 row index 就是第幾個行 然後 就是 橫的是第幾個 然後 Random column 就是指的是第幾個 它會隨機傳一個 好 那我們來先寫第一個好 Random row 所以 Define random row 然後它傳的東西 叫 board board in 然後它的功能是 Return一個 Random row index 那這個Random row index 就是 就是 Rand int 看到嗎 那 這邊寫法 就是說 因為 board in是 你的棋盤 然後 它的長度就是 我們已經知道它其實 看 我們已經知道是5 但是假設你在board in 不知道這棋盤有多大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 某個數字 那這邊要簡易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剛剛說Rand int 它是 包含尾巴的 所以這包含尾巴的話 你這邊不簡易就會爆掉 你會 你到時候再 Return一個數字 它就會是 超過 多一 那你的程式就會壞掉 所以這邊這個 Random row 就是 Return 這樣 Random row的功能 然後 然後 Rand column col 它也是一樣 那 這邊這樣寫其實是有問題的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其實你假設 那個 column 跟 row 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 這樣寫的不對 應該是要 Return的東西應該是 boiled in 的 第0個 element 那這邊要寫0 寫0 是因為 你剛剛原本的這個矩陣是 長得像這樣 就是一個 一個大的 list 裡面有小東西 所以這邊 取0 代表你要取第一個 row 就是取第一個 element 它有多少個 然後 這其實就是 第一個 row 有幾個東西 其實就是它有 column的長度 所以你要這邊要寫0 才會是正確的 那雖然你這邊沒寫的話 應該是不會錯 因為 我們已經知道它是5x5 但是你要是當作換一個棋盤的話 你的程式就壞掉 所以這邊要 要寫0 所以這個 就這樣 另外就是要 call each function on board 所以就 random row board 然後 column 也要呼叫一起 叫爽的 所以這關就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要去 找那個船在哪裡 這邊就是那個 拆拆看的遊戲 那就要用這個 roll input來拆 那它一開始就要 create a new variable 然後 這樣子 所以set it to 就是等於 然後 roll input guess roll 這樣 下一個其實是一樣的 下一個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是 guess column 等於int guess col 叫l 所以它就會問你問題 roll 比如說2 3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我這樣打的話 這個guessroll 等於 就會等於2 guesscolumn 就等於3 這邊做完 這邊做完的話就是要來 作弊 cheating 但是這其實不是作弊 現在你在debug 那就是要把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指印出來 這邊要印的話就是 比如說這樣 shape roll 我們把print 所以你可以知道電腦產生的水機數是多少 那下面就是print shift color 這樣 對 2 4 好 那這個就沒什麼 就這樣 所以你只知道說它這邊水機數產生出來的數字是 0 3 那接下來是 你要猜到那個船在哪裡的話就是 你猜的column要等於它實際的位置 你猜的roll也要等於它實際的位置 所以如果 它這邊 如果是在 0 6.0的話是這個 左上角 就是一個棋盤的左上角 那它這關要做的事情是 在 第29行 它接一個if 就是 if get roll 如果這兩個都一樣的話 那就是你猜到了 所以它 等於這個 然後它 等於這個 的話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代表 你猜對了 你猜對了 猜對了的話就要 print這一串的東西 就 print它 那你為了要猜到 跑到這一行 因為這邊已經作弊了 你已經知道是3 1跟3 所以這邊就要回答1 然後這邊回答3 它才會猜到 猜到 那這邊有說的就是 你要看著作弊的答案 輸入答案 這關是在講這個 二維的index 所以這邊的第一個2 就是取出第二個roll 然後這邊的3 就是取出那個 第二個roll裡面的第三個元素 那這邊就是 你要是有猜中的話 就是很好嘛 那要是沒猜中的話 它就要加一個else 所以else 沒猜中的話 沒猜中的話 沒猜中的話就是 print you missed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它這邊就是把 你猜到的地方 打一個叉 所以這邊畫一個叉 叉叉的話 畫一個叉叉就是 board的這個位置 等於叉叉 對 board 的這個位置 等於叉叉 這樣 所以它會把棋盤 就是你猜的那個地方 畫一個叉 那 最後就是 再 print board 把它印出來 然後看看那個叉叉 會不會跑出來 那這一次你就 故意選 就跟它不一樣 4 2 這樣就沒猜到 那你可以看到 4 2就是 這邊是0開頭 所以0123 4 然後012 所以4 2就是這個 這個叉叉 這是你猜的 好 那 這邊有什麼勒 這邊再說 你要怎麼樣處理使用者的輸入 所以 miss的話 就是你沒有猜到那個傳單哪裡的話 有這三種可能 第一個是 它 拆了一個gast 它已經超過那個板子 比如說五成龍 然後你拆一個9 9 豆點3 那就爆了 然後第二個是 像剛剛那樣已經拆一個有叉叉 然後你又拆一次 然後第三個就是 就是 剛好運氣不好 沒有 沒有拆到船 那所以這邊它就會檢查這些條件 那 這樣會讓 程式比較安全一些 比如它這邊就在檢查 你的x 如果 爆超過的話 或是y超過的話 就要印出 outside range 那這邊就是在 else裡面 再增加一個 if statement 就是 nested under 就是在 else裡面在 在那個 在那個 這叫什麼 nested 就是再包一層的感覺 所以它要檢查 你的 guess的row跟 column 有沒有在range之間 所以 如果它不在的話 或者是 guess row 不在 的話 就是超速範圍了 超速範圍就要印出這一串字 那在這個if裡面 再加一個else 剛剛第一個是超速範圍 然後第二個是 你猜過了嗎 我看一下 else 喔 所以就沒差 所以 在這邊有超過範圍的話 是 印出這個 print 那不然的話就是 你原來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樣 這樣就很乾淨 那這裡可以講一下這個 not in range 這個沒有講到 就是這個 in這個東西的功能 它是 檢查 就是你前面這個element 有沒有在這裡面 所以要是你的 guess row是3 好了 那這個range5 現在不要看not 所以guess row 就是我們先看一下下面 所以guess row in range5 代表 這是一個01234的數字 那如果guess row是01234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 答案就是true 那因為剛剛這邊有打一個nut 所以它就會翻過來 就是如果它不在這裡面的話 答案就是true 比如說 剛剛這個是 01234 然後guess row是8 那如果 8就不在01234裡面 所以這一坨東西就會是true 那如果它是true的話 這一個坨東西就是true 那true or anything 它還是true 所以你只要其中一邊是爆掉的 它就要引出這一段 那不然的話就會再繼續做下面的處理 欸 這邊打錯了 這不能這樣打 這邊要分兩次按enter 所以它就會說你miss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假設猜一個很誇張 91 那它就 9是在12356789 在下面 所以就 它就會被檢查出來 那again應該就是說 你已經拆過了 所以這邊是爆掉的 33好像在講爆掉 那 如果沒爆掉的話 就是 可以用lif 對 就是 應該是在這邊加lif 如果沒爆掉的話 那檢查 這個 guest location already has an x 所以你拆的位置 其實是在這個 這個東西 那 如果你拆著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已經是x了 就是等於等於 如果它比較起來已經是xx的 x的話 那就print這個 就會印出這一串東西 所以如果已經拆了一個拆到的東西 已經拆過點 它就會印出這一塊 那最後就是原來 單純的miss的情況 那就拆一個 23 然後這邊的問題是 Board 打一塊沒打到3 23 好 所以這塊是這樣 但它其實這一段沒有 沒有要跑 因為這要一個回圈 才可以 再跑一次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剛剛已經測很多 我們就 不繼續測 大概是不會有問題的 好 好 那 我們剛剛這個遊戲是 就只能拆一次 就沒有了 所以這邊要讓你拆4次 所以就會有一個 range 這個東西 讓你的遊戲一直 重複讓你拆 所以這邊要加一個full loop 然後要讓你的遊戲可以跑4遍 好 那每一個iteration要印出 現在是第幾round 然後 然後 就是 讓他知道是第幾round 這樣 然後 indent everything 那 should be repeated 就是 你要記得縮排 就是full loop的特性 好 所以這一關要做什麼勒 就是 就是 we like to 原本在拆就在這裡嘛 對不對 就是 你會輸入這個 然後讓你開始拆 所以其實在這邊就是要 有一個full loop 所以是 forward turn 在這邊有寫 for turn in range forward 所以這樣 那這些東西 因為這一坨全部都要一直跑回圈 所以我們就把它選起來 然後按tab 就可以 它這樣就會被包在這個full loop裡面 那等一下就會一直拆 好 這裡忘記了 就隨便打個東西把它中斷掉 那 它說 在每一個turn的最前面要印出這個 好 那就 比如說現在已經知道船是在01 那我就不要 我就故意拆個23 所以turn1的拆出來就是這樣 這樣的結果 然後23這邊又會打X 那假設我在拆一次23 23 那它就說你已經拆過了 然後turn就繼續加1 那我再拆個01 然後這樣就拆到了 因為我知道答案是拆到 所以這一關就這樣子 好像當機了 當機的話 先複製成釋碼 幫我再重新整理 嗯 狀況還不錯 我剛剛加了一個full loop 所以這是我剛剛改到後來的結果 那再來跑一遍 一開始是 我們猜2 啊 都按了一下 enter 2 3 3 4 4 5 5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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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那接下來這個 他說如果 他要有一個 Game Over的畫面 那這個畫面當然就是 當使用者把那個四次都用完的話 才要秀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要在 你四次都用完了 才會秀出來 就要說 他們希望把 我們希望把這個東西 應該要放在 Else 就這邊 只要沒有中就是miss 那 他說print a message no matter why 所以你不管是什麼情況 這有三個情況都會是miss 但是不管哪方的就是要print 所以 你可以想一下應該是 一開始就print就好了 這邊一定是 一定會中 然後since our turn start at 0 到3 他希望如果你拆到三次的時候就要結束 所以 這邊就是如果 就是沒中的情況下 如果 turn 大於 3 的話 等於3 在這邊說等於3 所以 0123 如果turn已經到了第10次了 0123 如果已經到了第10次了 然後你還沒拆到 然後你還沒拆到 就GG 那 沒拆到的話要幹嘛 就是 這邊已經做了 我還希望印出這個game over print game over 然後 然後他這邊有說一個就是 他要 把 他 put after 就是 剛剛已經有 if lif l else 是剛剛我們寫的 所以他要把他放在最後面 這個東西 應該要放在 照他題目的講座 那這個東西應該是要放在 這裡 這邊就可以了 就是在else裡面的最後面 所以這個else你要是沒拆到的話會有三種情況之一 那不管怎樣 他會把 那個盤面印出來 然後如果你的turn已經到最後一次了 那就game over 我們來猜 2 3 4 3 1 2 3 2 2 3 3 2 3 2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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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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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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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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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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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這個是 剛剛那個遊戲大概就寫到這樣 那你可以做Multiple Battleships 就是剛剛那個都只有一台船 那你可以在一個你可以設兩三艘船在裡面 然後把盤面整大 那另外說 Make battleships of different sizes 就是有的東西像剛剛都是一個點 那假設你的這個船是比較長或橫的話 這樣會比較有那個好玩的性質 那或者是2player game要怎麼做 可能一邊要 其中一個人要負責去放船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是去猜 然後第四個就是use functions 就是這邊的話我們剛剛用一個for loop 讓遊戲在這裡繞 繞完就結束了 那可不可以說在這邊繞完結束以後 有一個選項 就是可以再來一場 rematch 那或者是statistics 就是說統計你 你要花幾次才會猜到這樣子 所以這一關就這樣子 OK 沒了 沒了 不會 有